大家好 欢迎收看9月27号的 大花莲地方新闻 我是方家伟 为了发扬中华文化 传承尊师重道的精神 吉安一乡公所 27号的上午是结合了 县府教育处 补教协会 五谷工 读经学会 以及道乡国小 特别在吉安一乡内 唯一供奉孔子的五谷工 盛大举办了 祭孔六亿尊礼 即教师节进师的活动 更首次的加入了 开智慧祈求智慧的仪式 为学童来点猪杀 开智慧 让祭孔大典 更富有文化的内涵 香火鼎盛的吉安五谷工 在9月27号教师节前夕 盛大举办祭孔六亿尊礼 即教师节进师活动 首次加入开智慧祈求仪式 有许多家长都带着 小朋友一同到场 体验传统礼书记忆 同学们双手捧着礼篮 向自身仙师孔子 献上陈志的鞠躬礼 并由宜昌国中校长 陈玉明为同学点上诛杀 让祭孔大典 更负文化意涵 想要让体验以前古时候的 一个智慧 然后因为他们在读金班 最先认识的就是孔子 对对对 想要透过一个仪式 然后让他们清楚的了解说 这个就是祭孔大典 祭孔大典荣众庄严 由县长徐正伟担任主技官 会同吉安乡长游淑珍等人 一同进行三线礼 而道乡国小学童 也穿上黄袍整齐花衣动作 带来精彩的六一五表演 五股宫是我们在花莲县 唯一有供奉孔子的我们的宫庙 而身为花莲县五股宫的主委 其实正位在106年的时候 也围请我们的读金协会 吴田妹理事长 还有我们的道乡国小 孙东志校长 让我们的孩子重拾我们的尊师重道 更希望把孔子的这个理念 能够宣扬 而也在五股宫办理了我们的六一五 当时真的是大家的第一次都很辛苦 尤其是老师从外地邀请来 以及很多的筹办的事务 事事项项都很复杂 我要谢谢孙东志校长的这个开启 让我们道乡国小的孩子 六一五的种子 能够升职到道乡国小的心中 那当然这也是我们乌公 第一次来开点智慧 用了十全十美的幸运的吉祥物 能够带给孩子平安以外 也谢谢我们李蒙德董事长 为我们捐助了五万块的这个奖学金 希望未来孩子在祈求之后 能够得到好的成绩 也能够回到庙里来 得到这样的一份鼓励的奖学的一个奖励 两百位学生在家长及全场管理者的祝福下 完成开支会祈求仪式 并写下祈福卡片 结上红丝带 将愿望悬挂在孔子圣像殿前 持续接受自身仙师的熏陶及护佑 而在这次的开支会礼拦当中 也具有满满的祝福 希望在孔子的庇佑下 让学子更懂得感恩 勤快学习 记者 学历琴 吉安相报导